今年9月陆续办理国内首次原民警察机关座谈会要来了解原民基层警员的心声 接着10月爆发蓝宇斗事件让原乡警力不足问题跃升台面 5号内政委员会上立委拿出近年原民考生报考警专的录取比例来看 109年原民生报考人数有380多人仅录取27人 110年也有380多人报考但在总录取人数1100多人中原民比例仅占4%左右人偏低 因此立委希望比照109年教育部通过调高原民生外加比率科系的专案 拉高原民生在警专和警大的录取率 112年我们保障有2.35%了会提升到3% 当初就有12个科系专案提高为5%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无论是警察专科学校 还有这个中央警察大协 能够比照教育部的所定的 所定的这个专案调高5% 外加比率是否能提高到5% 警专和警大将在研议 不过要实际解决原乡原力不足问题 警大承诺将优待录取名额从2%提升到2.4% 警专也将在112年度把原民生的保障录取率放宽 从2.35%提升到3% 然而在讨论到原乡警员现况 立委也指出在警察人员执勤的繁重加紧 在原乡服务的警员是看得到却吃不到 像这些警察人员的这个加重繁击 只有台北新北有啦 原乡说领了地域加紧就不能够领繁重加紧 哪有这种事 繁重加紧是针对都会区 他同而很辛苦 勤怒的一个负担嘛 加重 没有啊 有时候要找一支黑枪 要像越南一样要在深山 立委强调环境条件不同 应该依照地域性给予奖励加成 避免齐头式奖励 而警战署回应将依照警察机关奖励 经发起办法在研议编列三冠预算 有日新闻给达五六立法院采访报道